作词曲 李宗盛 Hello 程志美 Hello 我是Stephanie 今天我就會用Sony最新款的70-200mm 四光圈的二代的G-Less 和Stephanie拍照拍片 Let's go 背着袋子都可以 好 走吧 可以看鏡頭 介紹這支Sony 70-200mm 四光圈二代的G-Lens 是用了13組19片的鏡片 其中有一塊是進階飛球面鏡片 兩塊飛球面鏡片 一塊超低色散鏡片 兩塊低色散鏡片 有9片光圈鍵 重量只有7、8、94克 還比上一代減了46克 超低色散鏡片 那邊的球 你試試在那裡走下來 不如嘗試走下來吧 再上兩級 好 2 1 下來吧 開始 鏡身方面有對焦環、變焦環 變焦環鎖有三顆功能鍵 對焦模式選擇鍵 DMF直接手動對焦開關 對焦區域選擇鍵 防震開關鍵 以及有三個防震模式的選擇鍵 我現在多數都是用一個小一點的相機袋出去拍攝的 過往我都不是很願意拿這一枝一代的70-200mm G Lens 雖然不算重 但是比較長 而今代是用了這一枝 伸縮鏡筒的設計 比上一代短了15% 對我來說 這一枝二代沒有內變焦的鏡筒設計 雖然沒那麼英俊 但真的短了很多 現在機連鏡放入我的小小的相機袋都沒問題了 不要動 先曬一曬 可以 到 這枝70-200mm二代的G Lens 如果需要拍得再遠一點 可以外加1.4或者兩倍的真配鏡 另外這一枝鏡是一枝 半微距的鏡頭 由相機的感應器 去到避攝密最近的對焦距離 在70mm焦距是26cm 而200mm焦距是42cm 放大率是0.5倍 有多近呢? 用70mm焦距為例 由前鏡片去到避攝密 最近9cm就可以對焦 而在200mm焦距只是20cm而已 好的 321來 這支70-200mm的二代G-Lens用了4個XD線性摩托 對焦速度表現都很快 超級高速度表現 那裡走到尾以我眼睛吃燈 我們在 Shift 我用一支一代的70-200mm G lens 用來拍照之外 很多時候都用來手持拍片 拍B-roll感 因為這支鏡頭沒有2.8G Master 這麼粗、這麼重 畢竟這支鏡頭已經是2013年的產物 現在Sony新出的鏡頭設計已經不單止是為了拍照 也估及拍片像這支70-200mm二代的G lens 拍片對焦追得快之外 也減低了對焦時產生的呼吸效應 以及變焦時產生的焦平面移動 對焦點不單止是並不足夠的 複雜的鏡頭也做到 做一種掃鏡頭 韓國膠圈 你的鏡頭也有Full 安靜的鏡頭首先ל 例如就的商量 鋪上去會不會如何 切成的鏡頭 鋪上去就如何 3、1 那邊 好 噗 噗 3 3 7 8 8 7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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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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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鏡身短和輕是一大的賣點 雖然是一個伸縮鏡筒的設計 沒那麼英俊 但換來是更短的鏡身 減輕了拍攝時的負擔之外 還增加了拿出街用的耳肉 對焦速度快、拍攝運動都很適合用 還有這支鏡的對焦距離這麼近 在構圖的時候更有彈性 用來拍攝、拍食物都一樣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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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指紋 볈